日本将本身不死 用谁做实验 他也是偶然心血来潮 我问他 你怎么会有这个念头 是偶然的 发现之后非常惊讶 然后就欺而不识 把这个当做他自己的事业 搞成功了 这有功德了 那是他不想幸福法 他是搞科学 我在东京 开会 去参加 联合国的和平会议 在港山开的 会完了之后 我们到东京去看他 他对于宗教很忌讳 宗教是明显 不愿意接触 怕人家说他是宗教 对他的研究 会有不好的反应 我告诉他 我说你这种誓言 佛经上有 他下一条 他就用佛经上真有 我说真有 一切发从心向神 向由心神 尽随心传 我给交了他一大头 我说你不妨试试看 你写个佛字 贴在水上 你看他反应怎么样 他就振作 反应 非常好 我说你再看看其他 各个宗教 基督教 伊斯兰教 所有宗教 这个水界界都很美 这个你实验 你这个不是迷信的 你是经过科学实验了 那么近代这个量子力学的报告 完全肯定了念头 证明佛经上讲的 向由心神 向由物质现象 物质现象从哪来的 从念头来的 这个被量子科学证明了 你知道这一点 那么量子力学家提出来的 地球上的居民 如果每个人都能够 这个念头 纯见纯下 地球上所有的灾变 统统化解了 而且还告诉我们 可喜的一个信息 这地球上 七十亿人 怎么可能 把念头盖过来 不可能 不可能 念头转窝为善 只少数人 多数人怎么办 他们造的业力超过我 也就是 也就是我的 我也 我们修善的人 很少 他跟我提出一个数据 他是地球 总人口 百分之一 百分之一的平方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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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 他们能转了 就能转成过地球人的工业 我们一听这个话 就想起 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说 邪不胜真 邪物的人再多 那个正人少 能改动改变他 就这么个道理 那么要造成 纯净纯善的 找个八千人 也不容易啊 三五千人 在全世界上 可能有八千人 不容易 一万人就更难了 所以也是要带头 要有人宣传 要有人在领导 希望 我们首先 希望敬重 我们敬重 同修 决定不止一万人 从我们 同门 同道 来提成 我们要纯净 纯善 善物的标准 佛门 是十三一道 我们要正干 决定 不杀手 不偷盗 不血液 不妄语 不念试 念试是挑拨是非 不欺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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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欺别人 变成我们除世代人 完全想通 完全相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